然后当时就发微信给我说地震了 然后我还笑他 我说你看你这是命里该有的事情啊 本来是因为我回来就没你什么事 然后结果因为你客户的需求 你就改了机票 然后今天就看上这个事了 然后后来就微信联系不上了 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还上网搜新闻呢 哎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新闻出来 因为太早了 他一地震就讲了一下 然后就断了 就没有跟我讲什么东西了 然后后面我就联系不上啊 我就很害怕 然后就是很担心 然后就给他家人打了一些电话吧 然后他家人也很担心啊 然后我也很担心 然后他就大概很晚 过了很久很久之后 晚上的时候才给我发了一个微信 然后说好一点了 但是他们从那一天地震开始 都没有住到房间里面 全部所有的他们公司 所有的人几十个人 还有家属什么的 全部都好像弄得凉席 住在外面嘛 还有小孩子 没有人改回房间了 然后等到星期六地震 然后星期天是有一个余震 是七点一级嘛 然后也没事 他说那个时候政府已经会提前两个钟 就有预告了 那个时候就 嗯 他们就有准备了嘛 那个时候余震的预告也是很准的 说有很大的余震 然后就就有了 星期天就有了 然后他们就注意了 这个就没事 然后我一直想让他改机票 然后他们订的是太行的飞机 然后太行一直都不接电话 他说他们一直打一直打 然后就是没有人接电话 然后也改不了机票 然后机场也疯了 然后回不来嘛 然后他那天都去机场了 但是机场全都是人 就是都走不了嘛 就是在那里 然后机场只有一个小卖部 那里很穷那个国家 哎 那个小卖部都被抢光了 吃的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们又回来了 回来等到星期二还是星期三的时候 然后那个太行终于接电话了 然后他们就改机票 本来是要订星期五的 这个周星期五 然后就改到星期三回来 然后那天晚上就回来 就没事 然后也是乱七八糟的 他们几天就也 也没有回房间 然后他就回家 回房间拿了一下行李什么的 就就赶快走了 然后改了机票 他们就跟那个同事一起回来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身上 我没有给他准备什么 护身符的什么东西 我只记得我在他钱包里面 塞了一个六字大明寿的一个福包吧 我就记得这个 我就让他赶快赶快把那个 别放钱包里 让他放在身上 我就觉得多少 会有观星附杀保佑吧 然后我就 那时候就跟他讲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就念观星附杀 因为那种天灾面前 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我也不能做什么 我顶多是帮你念念经 帮你回向 可是你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 是你 就你命里该有这样的一节的话 你就自己面对啊 然后就让他念观星附杀 然后他也挺听的 我就想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也不会太那个 只是我很担心 就觉得 只要你在那待着 我还是不放心啊 然后他那个时候回来就没事了 然后回来两三天之后就去缅甸了 然后尼泊尔好像前两天 又有一个大地震是七点五级 不过我想说 产生经历的这种事的话 可能对生命就觉得很脆弱啊 一下一个大地震 什么就算你再有钱 再有事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我觉得就好好珍惜吧 别的没有什么 就觉得是他命里应该有的这些事情 可能他因为师父说 这是他们的一个业力啊 但是他在这个大的这个业力当中 他也没什么事 也没受伤什么的话 也可能是以前积一些德吧 然后我就觉得以后还是要多多做善事啊 这样才会千万里得 遇到什么大的灾难的话 我们就有比较有信心啊 佛菩萨会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 就这样 谢谢大家 明天说话